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听说你们无理由助于新访客 怎么说话呢 别打我们相提并论啊 我是人 那是畜生 这有本质的区别 那叫宠物 这你一说好像跟猪圈里的猪似的 你还别说 那玩比猪可名贵多了 纯种的西班牙斗牛犬啊 这逍遥这小的事方才了 你还别说 这逍遥啊 还挺像那么有爱心的人 得了吧 那叫有爱心 那叫玩物丧志 知道吗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都已经教导过我们 原文我忘了 反正大致的意思就是说 那一些不务正业 玩弄花鸟鱼虫者 乃顽固子弟是也 您喝水 那 好 告我叫什么名字呗 谁啊 狗 谁狗 我就说 你说一狗你说起成名字 是不是 我跟小小说小小偏不听 我就问你它叫什么名字 你就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哪那么多废话呢 不是 我就说你说起个名字 你起好点的名字 你就告诉我那狗叫什么名字 瑶瑶 瑶瑶 夏瑶 我们家瑶瑶刚睡着 你刺激她 怎么跟伺候你儿子似的 瑶瑶就是我儿子 哎 小瑶 你不会也跟美丽一样 用这碗喝水吧 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我能那么幼稚吗 这是给我们家瑶瑶准备的 小东西还挺时尚的 我小时候 都没用上这么好的奶瓶了 好马配好鞍吧 哎你什么意思 咱们小时候那是什么时代啊 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 这还不让咱们的下一代奢侈一回 你别老咱们咱们的啊 让外人听见不好 再说了 这狗怎么就成了我的下一代了 哎呦若冰 我觉得你现在好多想法都不对头 现在是人和动物和平相处的时代 这你这种想法 不离团结 这 再怎么说 我也不能和狗去认同一个祖宗吧 对啊 我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他的上一代了 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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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说别说别说别 我还没谢谢你 谢谢你收留我们家脑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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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漂亮 美丽 我知道你为人好水 嗓门高 但是今天你能不能降低一个八度 我好不容易才把我们家脑脑给哄睡着了 你别让我千功尽弃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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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 我闲呢 噓噓噓 我就知道你是个危险分子 刚才我白说了 哎呀我那 我木鸡不见了 你那木鸡让我给扔了 什么 噓噓 咱们记录无冤网无仇的 你扔我木鸡干嘛呀 什么 不是你这两天就穿着一木头片得咯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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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那让他小命不保啊你 那 那你 那你总不能让我逛脚走路吧 能那么狠心吗我 早给你准备好了 看 既环保 要保证你走路的时候没有声音 穿上吧 穿你手上正合适 狗奴 少阳 给我进来 看看吧 你儿子干的好事 不可能 不可能吧 这闹闹平时特乖啊 也特懂礼貌 特懂礼貌 你什么意思 我干的 我吃饱撑的 我明明看着他从我屋里跑出去的 就是他干的 那有可能是案发之后他才跑进来的呀 再说了 他才两个月大 不可能上蹿下跳的 得了吧 你还狡辩 这证据都在这呢 你还说什么呀你 就是他干的 行行行行行 送我们家闹闹倒霉 认灾了 你说怎么办吧 我 我这杯子 外国的 我这衣服也是外国的 我这屋子还得请小职工来收拾 你 双倍赔偿吗 双倍赔偿 你也太黑了 我还没让你三倍呢 你要双倍干嘛 你要那份不没用吗 干嘛你别管了 反正等掏钱包吧 那好吧 你先出去 我换衣服 美丽 我下个月开工资再给你吧 我下个月开工资再给你吧 哎呀 别 我这个月实在是没钱了 出去 出去 嘿嘿嘿 没有啊 我只想知道你们见过没有 嘿嘿嘿 不瞧 他有自主来电血针 非日谷手机的自主来电血针 许美哥来电血针 行向连老板 大家都在啊 跟大家商量个事 我那挠挠啊 他睡醒了 想到客厅来活动活动 我说逍遥大爷 您能饶了我吗 晚上跟一小畜生独处一世那是没办法 我平时娱乐的时候 您让我多呼吸点人气行吗 哎哎 你说谁是畜生的 我又没说你 说我可以 不许说我们家挠挠 我也不同意啊 从现在开始 他不许进入以我为冤心 以两米为半径的园内 下午的事还没找你算账呢 别倒寸进尺啊 不是 我是来征求弱兵意见的 哪一家之主在那呢 轮到你们反对了 逍遥 看来你对我这个房屋产权所有者的意见 还是挺重视的哈 但是我的意见 恐怕也会让你很失望的 你的那个 挠挠 挠挠 不仅不能进入客厅 而且除了你的卧室和公共卫生间以外 所有的地方 他都不能进来 弱兵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苛刻了 哎呀 小瑶 哎呀你平安这里啊 满小区你去打听打听 哪家房主允许自己的房客在屋里养小动物啊 更何况 还是在 不加收房租的情况下 弱兵 但是你这样做吧 他不利于一个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哎呀行了行了啊 什么利于不利于的 我只给你两个选择 一就是你带着你的小儿子一起到外面去流浪 三 二 就是你把它关在公共卫生间内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没有本事 呢呢 对不起你爸爸 呢呢 你好苦 太过分了 简直是太过分了 真是太过分了 小杨呢 一早遛狗去了 好 趁他不在啊 咱开一个小会 想必昨天晚上你们俩也没休息好是吧 你说那脑脑 从一点钟叫到五点钟 我们能睡好吗 昨天半夜 对门敲了三次门 楼下捅了半个钟头暖气管子 楼上泼了两盆冷水 你说我能睡得着吗 看来啊 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家务事了 它严重的影响了我们跟四林的关系 是可忍输不可忍 说这脑脑 是让人踩了尾巴了 还是得了狂犬病 是不是逍遥给他打兴奋剂了 不对 你们俩说的都不对 那狗叫什么来着 脑脑 脑脑 脑脑能叫 说明他的品种比较优良 是纯正的斗牛犬 可惜啊 这不是西班牙 西班牙怎么了 哎呀 马德里的时间和北京的时间相差八个小时 我估计那个小东西是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吧 怎么能出来个马德里啊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奶奶 我觉得若冰说的有道理 估计那小狗啊是没调整过时差 再加上逍遥给他灌的一点狗样都没有了 既然逍遥心软 那么我们就得实行铁味政策 没错 我们要给那小东一点颜色看 你俩要干嘛 放心 我们不吃狗肉 哎哎怎么样了 一切OK 啊 啊 你用这么多的剂量啊 啊 老老才两个月大哎 够一头牛睡半年的了 嗯 这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医学院毕业呢 不是 那你以前没用过安眠药啊 说这些已经晚了 一切就看那小东西的造化了 快 都怨你 凭什么都怨我呀 主意都是大伙一块出的 那捅了娄子全让我一个人背着 我可不愿当那个冤大头 还有脸说呀 要不是你一下给那小狗打那么多安眠药 还至于早上还昏睡不醒吗 最毒不过戈亚军 那也不能全怪我呀 都怪弱兵 谁让他一下子给我这么多安眠药呢 你不认识字啊 你不会好好的看一看说明书啊 那字那字我看了啊 那上面写的是给人怎么使的 那给狗怎么使的 我哪知道 行了 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咱们好好想想多一策 一会儿逍遥回来咱怎么办呀 我已经想好了 在关键时刻 必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 终于想通了 我当然想通了 待会儿逍遥回来 我就把昨天晚上你所干的事 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他 他他他他平了什么呀 我跟你说 这事儿即使到了法庭上也是 幕后指使者比直接作案人罪名大 小瑶我回来 小瑶 小瑶 劳劳脱离危险了吗 小瑶 到底怎么样了 你快说呀 你想急死我们仨呀 就是啊 小瑶 谢谢你们的关心 闹闹已经永远离开我了 啊 哎 弱彪 别弱彪 我刚刚失去一个最亲爱的人 我不能再失去一个了 小瑶 闹闹 闹闹真的离我们儿去了 没有 他活得好好的 啊 哎 这闹闹还挺壮实 喝这么多安眠药 居然 本来我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幸亏那些大夫及时抢救 才把他给救回 可是那些大夫 就把闹闹留在医院里了 啊 为什么呀 那些大夫都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志愿者 非得说我虐待闹闹 你说 我什么时候虐待他了 他们说等闹闹康复之后 就把闹闹送到孤儿院去 哦 让一般孩子养的 笨蛋 宠物孤儿院 我冤呢我 你们给我平平礼 平平礼 我什么时候虐待我们家闹闹了 也不知道这闹闹吃了什么不甘不敬的东西 你们 哎呀小悠 你看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是戴着眼罩 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我昨天没戴隐形眼镜 我什么都看不清 哎呦什么都看不清 我我昨天睡的比闹闹还死呢 哈哈哈 哎 算了 这是脑闹的命呢 我 也是我的命 哈哈哈 啊 我受不了了 冷静冷静冷静美丽 这样美丽 我教你一个意志战胜法 你把眼睛闭上 由你从这边去 去去去 你把眼睛闭上 跟着我一块念 这事跟我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逍遥自长办 全是拿自长 停停停 你这个人面寿星的家伙 咱把逍遥害成那样 你可倒好 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 那你让我怎么办呀 我再买一只狗还给他 那我答应你们还不乐意呢 自从那个脑那走了以后啊 家里确实挺清静的 我也能安心搞创作了 可就是苦了逍遥了 这几天 他插不撕 饭不响的 人都瘦了好几圈了 我觉得瘦点挺好的 就当减肥了呗 我看你应该减肥 逍遥岂止是茶饭不思啊 他精神都恍惚了 今天我让他从超市 给我带回两袋面包来 他可好 给我带回一袋狗粮 哈哈哈哈 而且啊 而且啊 他现在越来越少言寡语了 啊 稍微有一点什么动静吧 也都是 哼哧哧的 就跟 谁踩了他尾巴似的 这事怎么这么厉害啊 我这几天光过着上班 我也没注意他 不行 咱得赶紧处理这件事情 要不然咱这过两个月 该上报纸了 啊 为什么 听说过狼人吗 啊 你的意思是说 逍遥会变成 狗人 太可怕了 狗人 别抄场 别抄场 这我这也是一种猜测 是不是 我觉得这事啊 还得从长计议 别别别 还是从短计议吧 啊 咱少耽误一天 是一天的 你说 咱们都已经毁了 逍遥一个最亲爱的人了 咱 咱别把逍遥也给毁了呀 嗯 我觉得若给你也说的有道理 怎么办呀 是啊 这 平时这女的咋咋呼呼了 关键时刻 还得看咱大老爷们 乱 或是你闯的 当然得想办法了 好好好 我好难不跟女斗 啊 我的主意是 既然咱们毁了逍遥的一个宠物 那咱再还给她一个宠物不就完了 等于没说 不是也不同意再养一只狗吗 这女人呀 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谁说宠物就只有狗了 还有 猫 哎呦 那东西刚不行 爬上爬下的多可怕呀 你别老想了 那些喘气的呀 不喘气的呀 死了的 恐龙 聪明 答对了 加十分就是恐龙 咱走吧 没劲了 对对对 说完 跟你说啊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明儿就给她弄一只恐龙回来 我保证逍遥喜欢她跟喜欢她那 挠挠似的 给我也烧一只 给我也烧一只 就好 给我也烧一只 给我也烧一只 这你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就是专门为那些喜欢饲养小动物 但是又没有条件饲养的人设计的 都是骗小女孩的 不过这个东西要是能够帮助逍遥渡过难关 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干嘛的 别瞎 这是喂神的 我刚给她喂过一次 你如果你赞恩的话 就把她撑死了 知道吗 真可爱 还有手指头呢 我跟你说 这个我是专门配合逍遥的性格 挑了一只雷笼 跟你哥们一样 素食主义者 哥俊 这叫什么来着 电子宠物 不对 电子宠物 笑话回来 笑话回来 来 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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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坐 坐坐坐 逍遥 逍遥 我给你按摩 那天我落枕时候也没见他给我按摩 逍遥 你口渴吗 我给你倒杯冰水 冰水 逍遥 他他他 要摇我 你怎么了 逍遥 我知道这事对你的打击挺大的 不过没有关系 你抬起头向前看 明天的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 对对对 废话 除非你沾月亮 逍遥 我们都挺同情你的 既然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是 挠闹 他自己吃错了药 当然了 我们也有责任呢 如果我们无时无刻的都关心着那个小东西的话 也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是吧 所以 逍遥 我们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 我们几个合资为你买了一个小礼物 这可是我一定 逍遥 逍遥 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扶平你心灵的创伤 能够带你回到健康的状态 我们就非常的高兴了 弄下 这叫 这叫电子宠物 在日本早就风靡了 是专门为那些小饲养宠物 但是又没有条件饲养的人设计的 我们够时尚吧 小儿客 能和我们脑脑相比吗 这都是葛亚军主义 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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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是一只雷龙 跟你一样是素食主义者 你一个 那个脑脑啊 可难养多了 小瑶 你看一眼 看一眼 就看一眼 一眼 小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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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眼都不看 我这刚出去几天呢 这家里怎么就这样啊 看来我真是这个家庭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呢 大军 美丽 若冰我回来了 有没有人啊 看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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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刚出去旅游几天呢 我是把我的新病给治好了 你们怎么一个个跟你有了病似的 我们才没病呢 是吧 若冰姐 我们健康着呢 对对对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温馨可爱 而且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罪人的 恶臭 这屋子再不收拾都能养猪了 放了这么多天假 你们都干嘛了你们 不高啊你 葛亚军 没日没夜的上网对不对 若冰 人家搞创作敢稿子 情有可原 美丽肯定又把那什么流星什么园 看了一整遍 错 猜错 全部猜错 现在的我们 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 在我们的生活里 已经出现了 可以代替一切的生命了 啊 若冰 你 你是不是 谈恋爱了 我们的生活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了 哎 小悠 几点啊 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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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去给我的珠宝贝喂神了 我该给我的宠龙蛋加温了 我该给我的性感小萌咪洗澡了 耶 哎 哎 你们这 玩物丧志你们 臭屁 大爷 这感觉不错 活 Crazy 天啊 的人 呢 这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是迎着后风 风啊风 风来我不懂 风啊风 风去心要随 风啊风 东方南方西方北风 风啊风 风啊风 时尚就是一阵风 风啊风 东方西方南方北风 风啊风 时尚就是一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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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就是一阵风